昨天在家我跟她说 我说你别让她来 我不愿意看她 我一看她 你知道吧我心堵的话 你知道吧我睡不着觉 她逼问我 好你别让她来 可以她可以别让她来 你要不要我来 你别让我来也可以 我说你来不来 你是我儿子 你来不来你自己决定 我告诉你自己火坑 你自己非要去跳 那你还会跟她说 你儿娶她妈就去死 我哪就气头上 她说那话 她说那话多绝 我说我找那女孩 去弹一弹 拿着剪刀 你不行找她 我说我找她弹怎么行 不行你要找她弹 我就死你跟着 谁呀 我儿子 小王 你想想我的心里的感受 举剪刀之后 你问我妈 你当时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 我没置身吗 我不置身了吧 对啊 那我还说啥 你说我还说啥 让老师说 我还说啥 我能去逼她去吗 小王 你举过剪刀啊 举过 因为我妈非要去找 我女朋友去找她弹谈 因为我妈曾经 给我女朋友打过电话 职业一通 职业一通 母亲上场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母子俩针锋相对 各指一词 为探究事情的真相 主持人将儿子 请到观察室休息 不受儿子和情绪的影响 母亲能否说明 她反对儿子恋情的原因呢 儿子这么喜欢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你就死活不同意呢 从这个发这个微信 我不发的转发一个微信吗 就婆婆给儿子写的一封信吗 我就大家看一眼 我就说大家看看 挺受教育的 我就给转发朋友圈 就这个是吧 对对对 最牛北京婆婆写给儿媳妇的信 对 那你大概就说的 那婆婆就说的 为了这个家庭 以后家庭团结 我家的财产 房子得写我儿子的名字 我存的钱 给我儿子的名字 是我孙子的名字 你跟我儿子俩生活 你生活吃不了 就是说的 你这些都可以享受 但是你家来人了 我不招待 这不是宾馆 就是那个意思 尽量少来 大概就这个意思 其实我也没太仔细看 阿姨啊 我现在就是临时的上网 百度了一下这封信 这封信呢 这个最牛北京婆婆 分别就经济问题 房子问题 还有日常相处 关系问题 这三大方面 又分别分了几个小点 对 解释了一下自己对于 今后儿媳妇的一些态度 对 其中呢 我看到一些字眼啊 看到一些句子 比如说在经济问题上 这上面有说 我们的资产和有价证券 将会有律师陪伴 在公证处的公证下 进行遗嘱定制 我们会把遗产放在 儿子和孙子的名下 你将不会有机会 接触到我们的资产 这是关于经济问题 关于房子问题呢 也有说 以后你们买了自己的房子 我们将会视情况提供 一定额度的祝贺 表示心意 除此之外 我们将不会指手画脚的 发表任何意见 关于房子 那么日常相处呢 只有一点 上来第一句话就说 儿子是我亲生的 是我血脉的延续 我不可能爱你超过爱他 请你谨记这一点 大家听刚才我念到的 这几句话哈 都是作为一个婆婆 对儿媳妇说的一些话 这些话 她肯定是看到了 对吗 对 所以对这样的一封信 她心里应该是 有些不舒服的 我说的对吗 对 以前的话 我下班回来 我只要一进屋 阿姨你下班了哈 那天我回来 也没搭理我 你干嘛跟我这么耍的 我再傻吧 对不对 这么一天的 这么发生这么多事的 我不得琢磨琢磨吗